一个被拐卖的女人 竟然让一个村子成为了荒村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本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故事的名字叫做 大山里的荒村 荣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她发觉自己的手脚都被捆住了 嘴里边也塞了布 是叫喊不出来声音 她被塞在车的后座位的下面 旁边坐着一个肥胖的女人 用脚牢牢的踩住她 那车子显得很颠簸 似乎在跑在一条山路上 那弯弯曲曲的没有止境 荣娟今年才20岁 她独自来到了县城 想要找一份工作 听说城里边有专门介绍工作的中介所 她就寻着小广告上的地址 找到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 接待她的是一个中年女人 让荣娟添了一份详细的个人资料之后 那个人就分外热情的 拉着荣娟打听她的情况 知道了荣娟是独自一个人来的城里 没有亲戚 也没有朋友 那个女人就亲戚的拉着荣娟 说一个小姑娘真是不容易啊 来喝水喝水 荣娟在喝了那个女人倒的一杯茶水之后 眼前渐渐的就黑了下去 等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眼下的情形了 荣娟惊恐的努力的转头张望 腰上挨着那个胖女人狠狠的一脚 动什么动 老实的待着 要不然有你好受的 这车子后来也不知道开了多久 等天色已经黑透了的时候 荣娟的脸上已经被泪水打湿了 身上也开始发麻 失去了知觉 在她觉得自己要昏过去的时候 车子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了 开车门的是一个瘦皮猴 还有一个满脸凶悍的男人 将荣娟从车里拖出来 拖着她往前面走 这荣娟被三个人前后的夹着推丧着 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前面走着 她的眼前是一个村子 一户人家破旧的院门敞开着 迎出来了好几个中年妇女 还有一个老太太 拄着一根木棍 指挥着众人将荣娟 推到一间窗子都被钉死的黑屋子里 然后咣当的一声锁上了门 荣娟缩在角落里 不多时就听到外面车子发动 远去了 那几个女人跟老太太涌进了这间黑屋子 对着荣娟就是上下的开始打量 荣娟现在是泪水连连 那眼里边带着恳求 可是那几个女人都是不为所动 那老太太举着拐杖 戳着荣娟的腿说 荣娟已经是他老李家的人了 是他家花了三万块钱买了的媳妇 他孙子李大康一会就回来了 今天晚上就动了 以后这荣娟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 要是想跑的话 腿给他打折了不可 荣娟才知道 原来自己是被人给拐卖了 他呜呜的更业着 给着满屋子的女人们磕头 可是没人同情他 这几个老婆子上来之后 就拥上他 解开了他手上的绳子 还不等荣娟反应过来 这七手八脚的 就将他身上的衣物全都给扒光了 然后扔下了一床棉被 让他盖着折袖 唧唧咕咕的说着 没了衣裳 这女人能跑到哪儿去 还不是得乖乖的听话 等过上一阵子 怀上了孩子 自然就消停了 到了当天的深夜 那个自称是他丈夫的李大康 进了屋子 这是一个麻脸凶狠的男人 也不管荣娟的哀求 强行的行了夫妻之事 这荣娟是拼命的反抗 可是换来的却是一顿全甲脚踢 完事之后的李大康 骂骂咧咧的提上裤子 回到别的房间去睡了 将荣娟一个人锁在了房里 就这样过了许多天 身无寸缕的荣娟 一步都离不开这盐黑屋子 那眼泪都枯干了呀 他想撞墙寻死 又舍不得那一丝生机 每天晚上李大康都来的这屋里边 强行的行房事 荣娟渐渐的呢 也就不再反抗了 任他为所欲为 这李家人见荣娟老实下来 都是得意洋洋 说这买来的媳妇 都是这么一闹 闹一段时间 以后还不是认命吗 过了一个多月 荣娟终于有了件衣裳穿 在一个说她是她婆婆的女人的 看管之下 做起了家务来 那个拿着拐杖的老太太 是李大康的奶奶 是最尖酸刻薄 阴狠久辣的 这荣娟稍有差池 她就举着拐棍就打 李大康的爹娘呢 倒是不怎么打她 只是催促着她干活 这时刻的看着她 怕她往外边跑 荣娟听着那所谓的 婆婆跟奶奶的话 说这个村子里边 是大山里的一个村子 没有女人嫁进来 自从这十几年前 有人从外地买了媳妇以后 这整个村子 每年都有人家用这种方式来娶媳妇 村里的几个女人 被拐了以后 孩子都生了好几个 这种情况 家家户户都是见怪不怪 而且都替着主家留心着呢 要是想跑 全村的人都看着你 就是趁早死了那个心得了 荣娟这一颗心 彻底就沉到了底了 可是她不认命 她不能就这样 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给那个畜生一样的男人生孩子呀 她想回家 她一想到家里的爹娘 这心就疼得快要碎了 所以她必须得逃出去 荣娟慢慢的开始顺从 让李家人非常满意 她的活动范围 已经扩大到院子里了 可是李家人仍然把她看得很紧 晚上房门紧锁 进去了就别想再出来 荣娟找了许多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的傍晚 只有老太太在院子里边 看着她洗衣服 荣娟见院子的门 微开着 这老太太呢 又跑不动 这是她最有机会的一次了 荣娟打定了主意 站起身来 猛的冲进了院门 她拼了命的朝村外跑啊 身后传来了那老太婆 尖利的叫声 没过多时 这村子里边都开始吵嚷起来 一大群人追着荣娟 荣娟那鞋都跑丢了一只了 居然真的让她看到了村口 可是还没等荣娟欣喜呢 鞋下里就扑过来一个男人 将他按倒在地上 随后村民们都赶了过来 把荣娟是团团的围住 不让他再有逃跑的机会 直到李家的人追了上来 就在村口 那李老太太的骂声当中 李大康将荣娟打了个半死 又给拖了回去 从那以后 李家看管的更严格了 就这样 过了几个月 荣娟的肚子慢慢的大了起来 显怀了 李家人呢 当然是满脸的喜色呀 只有荣娟一脸的麻木 偶尔他眼中闪过一丝的怨恨 就在李家都以为 可以抱孙子的时候 荣娟怀着七八个月大的孩子 跳了紧了 村里人将他打捞出来的时候 荣娟已经死透了 那湿淋淋的尸体 摆在院子当中 肚子鼓鼓的 苍白的脸上 还带着怨毒的表情 眼睛睁得大大的 望着远方 前来看热闹的人们 都觉得是几倍发凉 私下里都说 这李家的这个媳妇 可真够狠大 怀上了孩子还跳紧 真是不安生 李家一家人呢 都骂着真他妈晦气 算他家倒霉吧 这几万块钱呢 就这么为了 恨不得让荣娟 再死上一回 棺材也没给一口 就拿荣娟盖过的被子 卷着尸体 随便的挖个坑 就埋了 可是自打荣娟死了以后 这李家的院子 就变得阴冷阴冷的 再强的阳光 也驱散不了那些凉气 一向硬朗的老李太太 突然间得了报病 躺在床上神志不清的 叫上这一天一夜 然后就见了气 死的时候 那眼睛也是瞪得大大的 仿佛看到了 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紧接着是李大康的爹娘 也出了意外 被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块 压在底下 他爹当场就被砸死了 他娘也断了腿 在炕上躺了半个多月 刚刚有这么一点好转 一天晚上突然间发起高烧来 李大康天亮去叫他娘的时候 发现他娘也是瞪大了眼睛 死了多时了 这李家丧事不断 村里的人都说李家媳妇 是跳了紧了 怨气大着呢 怕是变了鬼回来寻仇来的 仿佛是证明了这个传言一样 李大康在自家院子里的水桶里边 淹死了 这村里人隔着院门 就看着李大康跪在院子里 头等倒插在水桶里边一动不动 等闯进去的人 发现李大康这死法的时候 都吓得够呛了 哪有见过大活人 能够在水桶里边淹死的 这分明就是有鬼作怪呀 村里人平日呢 都不觉得村里买媳妇这事 有什么不对的 可是这李家满门都已经死绝了 这么恐怖的事情 让他们心呢都害怕起来 后悔当初不该拦着这逃跑的荣娟 当村子里的积压牲畜 也开始大批的死去的时候 在各家各户 也都有人开始发疾病了 这个村子就像是被死神 阴影给笼罩了一样 死亡变得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 这下村长坐不住了 他领着几个小伙子 跑了几十里的山路 去县里请了个半仙回来 这半仙听着村长半遮半眼的 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又从李家的井里打了半桶水 半仙伸出了两指 念念有词 将两指并起伸到水中 那水里就像是插了烧红的铁条一样 丝丝的冒着白雾啊 在这空中久久不散 当时半仙就大惊失色 说这么多强烈的怨恨啊 这口水井沾了怨魂了 谁喝了这水都要倒大煤的 别说这李家一家四口都死绝了 这水底连着全村的水井 只怕这怨魂要在全村人都得死掉 这半仙也不顾着村长跟村民们的哭求 当时就走了 说收不了这鬼 他也不敢贸然招惹 这要是惹祸上身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只劝村里人要是活命的话 就快快的搬走 这个村子以后住不得了 那半仙连谢金都没要 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匆匆忙忙的走掉了 上下一村的人在这是面媚相聚啊 不知如何是好 有胆子小的 当真是连夜举家搬到了别处去 有不信邪的 还有呢 没有能力离开的 仍然是住在村子里 直到半年以后 果然如那个半仙所说 村里留下的人 无论是男女老少 竟然全部都死光了 这个大山里的偏僻村子 从此就成为了荒村 没有人知道 曾经有一个叫荣娟的女孩子 被拐卖到了这里 并且用死亡 结束了她悲惨的命运